高商一年一定要大家要有吃苦的准备 一定要有吃苦的准备 高商一年从我现在30 我现在已经38岁了 在我38年的生涯里面 人生里面最苦的就是高商一年 每一届高商啊 这个动员的时候我都会跟学生讲 我说你给我拿出半条命来 拿出半条命来 我不要你一条命 因为我据我所知 还没有哪个同学是因为这个读书 读得非常勤奋很刻骨 然后哟哟哟不行了 就到他教室里面 你们不是什么天之教者 你们也不例外 你们也必须经过这样的阶段 所以我希望啊 我的学生能够这个 要吃苦的时候要改一次苦 要对你们严格要求的时候 千万不要对我什么成见 我是为大家好 用一句比较时髦的话说就爱你 没啥呢 感谢各位从海盲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这个 大党会 观众各家大党会 非常谢谢大家 明年的高考刑事情况怎么样呢 一个从前省的大环境上来说 每年文科的招生数的扩大理力 越来越低于报考人数的增长理力 也就是说四个人考一个人 你要打赢三个人 你才能够考上办法 那就我下面向各位家长提出一些要注意的问题 我觉得要注意这几点 第一个 一定要把你孩子明年的升级问题 当做你一年当中的头等大师来抓 明年你的孩子就高考了 没有什么比你的孩子高考更重要的是 你这一年里面一定要把你孩子的高考 当做一件你这一年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来讲 不要把孩子的升级放大 比六合场还都还不如的力 你要在你孩子面前一定要多灌输这个词 高三是人生的一个转折点 对五平这个地方尤其是如此 你说铁路 铁路也不从我们这边过 高速公路 高速公路目前为止最七八也没有 你这样的地方 要说支援也没什么支援了 搭到五平能够怎么出息 你们很清楚 我觉得五平能没有办法 智乎划山一条路 只能通过高考这条路 考出青 在这一年里面 我希望各位家长能够夫畅复税 言下这里就是夫妻之间关系要很和睦 家庭气氛要很融洽 千万不要去闹离婚什么的 你要离婚等于孩子考出几个诈 都说要是从来的一年里面 在这一年里面有什么都要做的 这一年里面有什么都要做的 也就是不做的 这个阶段